肖战可以说是娱乐圈中非常优质的偶像了,和其他从小训练的孩子们不同,他是大学毕业以后才通过选秀出道的,可以说之前完全是素人,不过正因为他有梦想,所以即使比其他人还要困难,他也会坚持下去。 那时候的肖战只是一个新人,不过,却通过演技让观众记住了他,电视剧播出以后,他的人气甚至要比男一号还要高,直到后来,一部陈情令让肖战彻底大火,至此,一个普通的素人,成功转换为顶流,在舞台上光芒万丈,闪闪发光。 但人红是非多,肖战的走红,也让他遭受了很多负面评价,甚至爆发了数字是件这样的事情,肖战也迎来了事业的第二个低谷,直接沉寂了半年之久。 这段时间,肖战的粉丝不敢在网络上惹是生非,一直在默默地期待肖战的作品,而肖战则是热心于公益,兢兢业业地拍戏,虽然他依旧是顶流,但在公开场合,肖战都会谨言慎行,不敢有过多的动作和言论,眼神也渐渐地失去了光。 前不久,有网友曝光了肖战数字事件时,在剧组的花絮,花絮中肖战在玩游戏,而内容则是我们很熟悉的纸飞机,只见肖战高高站起来,把手中的飞机用力甩出去,就好像自己的烦恼也随之而去了一样。 然而,肖战的快乐是短暂的,随后,他又继续坐回到位置上,安静地等待的后场,这一小段花絮,让网友直呼心疼,当时肖战的境遇,可以说是四面楚歌。 有些事情,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,例如前段时间,肖战结束了一天的拍摄后,回酒店休息,但在路上被私生粉丝围攻,堵在酒店,身边的助理几乎是嘶吼着驱赶无关人员。 肖战自然也是愤怒的,但他只能一言不发,类似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。 粉丝也非常理解偶像,小飞侠如今非常理智,只希望肖战可以好好拍戏,好好生活,毕竟在剧组的肖战可以更加无忧无虑一点。 你期待肖战的新作品吗?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吧,关注茶茶,随时吃瓜,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